5G的传输距离短加上高耗损的缺点 金地台的数量必须比4G多3到4倍 那么微型金地台要装在哪里 可以达到覆盖率稳定密度又高的效果 你想到了吗 路灯是不错的载体 专家进一步表示 任何一种形式的柱状物都可以升级为智慧感 到时候结合5G天线交通流量还有环境侦测 就可以负责一个城市的资讯传播 如果把城市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 你要掌握每个网格当中的资讯 就必须要有水平的传输管道 也必须要有垂直的共通管道 甚至可以作为5G的载体和微型基地台 注意到了吗 如果我们讲到城市当中的垂直载体的话 你想到了什么 没有错 就是路灯了 路灯智慧化 许多城市早就着手 以台北市健康路这盏路灯来说 有环境监测模组 能侦测温度湿度与空气品质 也能作为临时的充电站 但未来的想象可不止这样 那有奴城市的神经网络 它可以把那个散布在我们城市网格中的 每个智能化模组跟端末设备 把它联网在一起 也就是说路灯将不只是照明 还肩负整个城市的资讯传输 但问题来了 目前路灯的样式繁多 规格都不统一 可能隔两条街 它的智慧灯杆 彼此的包商跟采用的技术标准不一样 所以两条街以外 可能就没有办法资讯共融 资讯共通 而且既有路灯是以照明为主体 其他的智能模组未必能装设 而且部分还只有夜间供电 因此最新的概念 产观学定义为智慧杆 未必要和路灯捆绑 可能是任何一种形态的柱状物 如果可以由台湾的产业 结合官方一起来推动标准的制定 我们可以让整个品质的验证更完整 台北市电脑工会要带头打造标准的规格 因为全球现有约3.6厘只照明天安 彭子贤预估未来十年将有一亿只 迈向智慧化商机庞大 但这毕竟是未来市 现在的五只做到了什么 还以来 午后咸阳洒落 一行装备或坐或站等待接驳车到来 橘白色的长方车体 看起来就是一台货车 没想到里头配了四张按摩椅 还有超大的荧幕 而且这还是台5G自驾车 放心就放手 光达摄影机高精力GPS定位 加上路测设备回传资讯 让车辆主导人力为辅 在长根养生村里 点对点来回两公里 从去年底开始正式载客 让年纪最长的一群人 愿意乘坐最新的科技 就是困难所在 长辈最忌讳颠颇的上下坡和转弯 不能晃 不能急煞 这可是需要搜集大量资料 再反复调教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已经调整了 大概快一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模拟到 几乎是人的转方向盘的一个习惯 刹车跟油门的控制的一些的技巧 每一次载客都是宝贵的数据累积 目前每天至少跑六趟 和园区骑轿公车时段促开 至今已经实际载客约2000人次 而透过5G车联网 将车辆与路测资讯 传输回行控中心的速度 也控制在延迟一秒之内 在5G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三个特点 刚好都是符合车联网所需要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平宽 它速度非常快 第二个就是低延迟 那你这个资料算完 在云端算完之后 回到车子总不能够太久 所以低延迟很重要 再来就是广延迟 因为未来会连接的项目 包括路端的设备 包括车子 那都是数目非常多 从车端 路端到云端 民间企业持续在自家的场域中 验证5G车联网的可能性 至于公家单位呢 一台停在台南高铁 沙轮车站出口的大台南公车 缓缓开动 而来到道路上 好 开始了哦 骑手式同样是手放开 这是台南自驾公车 实验路线之一 短短4公里 人车不多 但毕竟是开放的道路环境 相当只有验证的价值 实际来到了自驾公车内部 你会发现呢 它其实和一般看到的市区公车 没有太大的不同 还是有扶手 旁边呢 还有下车里 因为它并不是重新打造一台车 而是直接把营运当中的公车 进行改造 当然里头呢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差异的部分 像这个区域就布满了仪器 上头显示着都是自驾车需要的资讯 前后镜头辨认是people还是car 而光达将半径50到60公尺的水平范围 全部扫出来 没有司机 远端控制 才是终极目标 台南市府希望在市城结束后 下半年就让客运业者接手 实际营运加速商转 但府城古都要变身成智慧新都 其实交通上的难题还不少 小吃 古鸡 怀就像弄 每年平均有2000万观光人次到访 带来大量的车潮 加上台南市自己的汽车拥有率 就告知全国前五名停车问题 显然是当务之急 这些在车阁旁边的灰色柱体 也许正是解放 左右两颗镜头 当车辆停进来 直接辨认车牌记录时间 离开时可以直接缴费 重点是这些资讯 通通传送到云端中心 就知道目前还有哪些车位 第一个做行前的判断 可以知道说他该不该去那个区域 或者是去到那个区域之后 他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去找 比较容易找到汽边停车格 目前平均已能减少7到9分钟 找车位的时间 舒缓交通涌色 而未来5G不见成熟 民众能远端查看车流 规划及时的停车路线 也不再是梦想 比如说他在远方就可以看到 他要停的那个格子的影像的状况 周边的交通的状况 我想这样的透过5G的这个技术 的这个结合 我想这个是这样的实现 是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台南是一万两千个路边收费停车格中 已经布建了两千个智慧停车柱 和六千四百个侦测地词 比例达到7成也是全国之断 积极地搜集各种交通大数据 因为这些都是提升行车效率的一环 我们可以精细到哪一个路段 是塞塞 用塞 什么样的用塞 你可能在过后面是一段红的 那是在我们的这个交控中心里面 可能是说因为它有个大货车事故 撞了车或什么有交通事故 在这个交控中心 就是我们的交通战警室 马上就可以做一个处置 配合掌握道路现况 和电信使用数据 这样一套5G互联网 就是未来城市发展智慧交通的依据